Here is a projection of thought Now hear this, all personnel now hear this Have a movie talk at this night 夜場映画,戒力何故 其實如果今晚跟大家預祝這個Merry Christmas 都不過份 合理,12月都是普天同慶的日子 我們都已經在報街音了 是啊,沒錯 所以今晚不如從電影方面也介紹一部 和聖誕是非常有密切關係的電影 這部電影最初我是覺得很曖昧的 為什麼 即是它的劇情介紹令我很擔心 原因何在呢? 就是有一個天真萬難的小朋友 他一心以為遇到聖誕老人 怎知道遇到壞人 是啊,很害怕 聖誕壞人這些東西周不時都有 但是今次這部電影給我感覺 原來好幾年沒有看過 和聖誕題材這麼大關係的電影 其實你問我呢 見到一個小朋友這樣的電影 第一個感覺就是當年的《空瓦洞》 是啊,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鬼馬 甚至乎有些特殊技能的小朋友 這次我不知道他幸運還是不幸 突然間在他的露台那裡見到一個聖誕打扮的飛天琴佬 即是這個閃閃聖誕夢裡面的飛天聖誕賊 聖誕賊人 沒錯,現在都很難分到誰是賊 誰是好人 這個問題是設定很好 一開始已經說到這個小朋友 他是堅決地相信這個世界是有聖誕老人的 甚至是為了這樣跟同學打架 所以大家覺得有沒有搞錯 你幾歲還是不是這麼傻天真 就是 看的時候那種開心就是 你看到這個世界還有一份天真 還有一份可愛 是啊,當然他不是很笨的天真 所以中間他要跟著這個聖誕老人 要看見他那一輛雪梟 他都兩度質疑 你是不是真的聖誕老人 是啊,藏在哪裡啊 他不是看到那一輛道具用的雪梟車之後 他不會這麼相信 為什麼他會這麼相信 這個感情位 原來他是單親家庭 他爸爸是過了生的 還有他裡面有一個非常好的故事 就是斑馬和鱷魚的故事 之前你說什麼啊 完全錯了 為什麼斑馬看見鱷魚 鱷魚要吃斑馬的呢 原來意有所指之餘 這一個就是他爸爸臨死之前 不知道是死還是離一出走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總之他現在不和爸爸一起住 跟媽媽 變成他聽不到這個故事的結局 永遠僅僅於懷 而他媽媽跟他說 聖誕老人是可以帶你看到你爸爸的 所以變成他不斷憧憬著 迷信聖誕老人的傳說 所以其實他不只是相信有聖誕老人 他相信他爸爸還在 沒錯 所以變成你說真是衰些說一句 第二男主角 其實分不到的 雙雄故事 兩個男主角 那個賊 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壞的人 他不單止去欺騙別人 還要欺騙一個這麼天真的小朋友 去幫他做賊 但是故事好看 從來電影好看 就是角色的人物有轉變 沒錯 你看到這個賊 雖然開頭的時候很壞 看到警察走過來搜的時候 才去認親認識 一不在的時候 就想走開一點 不要妨礙我賺食 但是後來又好像被這個小朋友 果分你天真感動到 他裡面有兩個位置很棒 第一個位置就是 他把那些裝物放在小朋友的袋裡 打算送他回家就算了 誰知他忘記了那些裝物 他追了的士 誰知突然有一輛車過來 一聲撞到他 撞到他翻天覆地 然後最搞笑的是 全場爆笑 小朋友看到 哇 你有不死身 好笑的 但這個我當場都覺得 惡了然 原來他這樣處理 反而這個非常好 就是因為他這個撞車位 反而加重了這個小朋友 對他的信任 調轉因為他受了傷 他不可以偷東西了 所以更加就是要找這個小朋友 幫他做賊 這個反而處理這個撞車位 是令我突然間 哇 好妙啊 好拍案叫絕 對 對 而第二個就是 他騙著那個小朋友 就說 我們這輛雪囂車 有些金錢和珠寶 才可以推進到他的燃料 所以其實小朋友就說 好好 幫他偷東西 所以看到錢 他不偷的 只是偷金錢珠寶 然後他問了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也算是偷的 不是 聖誕老人跟你說 就不是 但是那個小朋友超級小朋友 結果他受不住自己心裡的慾望 他拿了另外一個小朋友的公仔 之後就說 我真的偷東西了 對不起 所以那些拐子佬 壞人過來追你 聖誕老人 其實我想這次整部電影 大家這麼多觀眾都這麼喜歡的時候 這個小朋友的演員 真的應記大功 你問我其實就是前半段 如果我要看那個壞人 我是完全投入不了的 他覺得 你真的這麼壞 充滿語言藝術 叫小朋友去死 問題就是 他發現原來他都很難言之隱 他欠下巨債 然後他可能有一段悲慘的過去 其實他也想著 可能快點坐牢出來 做一些好一點的生活 OK It's something like that 但問題真的 他最正的位置 就是那個小朋友跟他說 我要還一隻公仔給人家 那一刻他開始都說 於心何忍呢 結果反而這個是神來之筆 如果他不是要給小朋友 可以贖罪 或者做一個自己要補充的動作 整個故事就變成一個非常悲慘的世界 現在變成Happy Ending 其實這一類型的戲種 我們真的很久沒看過了 我之前如果要有印象 一大嵐一世 在聖誕做壇大事 已經回到我讀書時期的那些 最多星系列了 剛才所說的空洞那些 而這次其實你問我 他是另外一種父子關係 而這一段關係 其實是由最初一個欺欺片片之間 慢慢出現了這個真誠情 甚至乎個人有成長 小朋友有成長 你看到他很厲害 小朋友覺得他一晚之間 受了攀山 承索 甚至乎其他那些 專業訓練 我覺得他可以代表法國國家隊 出去做攀山高手 是的 另外做開賊的那個 終於他的七隱之心出快 還有他應該改自生 看到最後一段 他應該有份好工作 所以做賊 你問我 聖誕我們一向都覺得 充滿奇蹟 聖誕是當耶穌基督降生的 很重要的日期 所以大家都會用聖誕做背景的故事 盡量都要說人間有愛 即是這部電影某程度上 都是聖誕的福音 即是聖誕的福音 即是聖誕的佳音 沒錯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 總之 就算你的出身不好 就算你的家庭背景不好 只要你還有愛心 只要你還有一火向善的態度 世界是不會放棄你的 突然之間令我想起霍金那部戲 只要有愛 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上個星期主角就是賣愛 所以原來幾部電影同時間12月出現 好像都有些一脈相承 都是說愛的傳播 對呀 其實這個世界最重要是愛與和平 我們說了整件事很大 沒錯 所以這部電影雖然卡士 我們香港的觀眾對法國的演員有多少認識 反而對幕後班底應該有印象多些 這四個字閃亮人生 對呀 我想近幾年法國電影 真的令到香港觀眾很深刻印象的都是這一部 對呀 你問我 其實如果我不是你的強烈推介 我是不會那麼首選看這部電影 我都說真的強烈推介了很多朋友 但你問我就是 其實頭的十多分鐘 是真的幾乎出事 幾乎 對呀 但是慢慢大家都因為那個小朋友 對呀 他那些閃閃發亮的眼神 對呀 像卡通片一樣開心到 對呀 沒錯 所以變成一套歌頌愛 不是歌頌用愛可以改變這個世界的電影 十二月上是非常之正的 好啦 那最後給我一個分吧 好嗎 你問我其實這個故事可以 剛才我們說了 最後那段不要穿巧 不要穿 即是這個Happy Ending 如果我們用程李王來推測 是錯的 其實你這樣做法都不可以得到Happy Ending 不過不要緊 既然現在大家希望有個夢 是一個聖誕的童話來的 沒錯 所以大家開心就OK了 那個Ending 我姑且不扣她分 也有82分 嘩 我跟你很接近 是嗎 這次是怎樣 是呀 因為甚至乎我的童心 是爆了出來 我又85了 嘩 好像 聽中緩 有多少次艾力得分高過何姑的呢 是呀 即是證明我的童心是高過你 不懂怎麼回答 好啦 下個禮拜 越近聖誕 越多大片出現 嘩 很難取捨 會不會突然間我們又要加多一晚去說 看情況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的 沒錯 好啦 下個禮拜再說 拜拜